最近消息來關心臺南永康區的中正二系列柱工廠 發生了公安意外 消防貨報到場發現是工廠 已破碎機 壓縮塑膠桶時 不明的原因發生爆炸 造成碎片噴出 打到員工頭部與眼睛 有四個人受到輕重傷 救護人員初步減傷 二十八歲男子約有一度 百分之二的連頸胸燒燙傷 二十七歲的男子有頭胸雙眼疼痛 二十九歲女子有頭部撕裂傷 腹部疼痛 四十七歲男子有雙上肢疼痛 都是意識清楚送到醫院治療 目前照是原因 有待調查單位來理清